我不止有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家长跟我说 他的问题是孩子跟孩子没法沟通 孩子不听话 问他孩子多大了 有的说三十了 有的说二十 有的说四十 我就很替他发愁 你说你如果二十三十四十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指望孩子一天听话 你这个家长该多悲催啊 他早已成年 他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判断 独立的选择 你还指望他听你的 就这样的家长一点不懂得善下之 一点不懂得这个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我们做家长的责任是要一天天的出 他不听话 这其实是他成长的标志 善下之 我们好的家长应该就是善下之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必以生后之 什么意思呢 要想做孩子的领导 欲上民必以言下 说话的时候必须要签下 我看有的家长一辈子都不会去征求孩子的意见 一辈子都不会去询问孩子的 去寻求孩子的帮助 一辈子都不会 在他眼里 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即使四十岁五十岁了 在他眼里仍然是个不懂事 不能等到他三十岁四十岁 你才去征求他的意见 才去向他寻求帮助 如果真正 懂得教育的子女 善下之 有这样的家长 他其实在孩子十岁以前 甚至八岁以前 甚至五岁以前 三岁四岁的时候 那家长 有的家长就会寻求 自己的孩子的帮助 小孩才三岁四岁 妈妈在和他一起过马路的时候 会跟自己的儿子说 妈妈害怕 快来保护妈妈 拉着妈妈的手 然后过了马路呢 他会谢谢自己的儿子 有儿子保护妈妈 妈妈心里 踏实了很多 我过马路就不害怕 这种就是善下之的家长 这种家长 他即使在单位里不是领导 没关系 他在家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他从小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责任感 担当 怎么培养呢 就是他善于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下的位置 就拿公马路来说 他真的害怕 他真的是害怕 害怕并不是他自己 他其实是害怕这个小孩乱跑 是这样吗 可是当他说出 妈妈妈需要你保护的时候 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低一点下一点的位置 这对儿子是一种激励 是一种引导 是一种责任感的培养 并不是每个家长都会这样的 很多家长在 儿子都18岁了 甚至20岁30岁了 甚至都40岁了 还不懂得去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激发孩子的这种保护欲 对家长学会失落 这其实是善下志的一个 就另外的表达方式吧 对家长学会失败的